當Chalong去打 然後Andy要做的動作 我的心是好像坐一架斷了藍的升降機 呼 呼 這樣 那時候真的嚇到我 嚇到我流眼淚 那一刻其實 我不是擔心會不會影響我拍攝 那件事就太次要了 那時候對我來說 當然要處理好Andy的所有事情 其實我內心是不希望他回來繼續拍攝 就是你休息一下 但是當Andy進了醫院的時候 安排先拍攝其他東西 然後我都沒有 我是在想有沒有其他東西可以拍 那去等他休息足夠 就是拍完那一天才再商量 但是隔了一會就收到消息 他現在已經回來了 然後我的內心是 你不要回來 你回來就要拍了 很感激 很感激他為了這部電影的付出 以及血汗 很感謝各位演員 一起去經歷《一秒拳王》這件事